这款游戏之后 就 找到了男友 我们所有的灵感 都是来自于真实体验 纯天然 不含工业唐金 别说一台 生意谈争 放错就来了 大家都是校友 说好一起来 他还不同意呢 怎么 行 我给你丢人啊 怎么会呢 男朋友果然很帅呀 我们游戏里的人物 也很帅 男朋友看起来好小 没见的 这激情来了 挡也挡不出啊 年龄不是问题 现在很多女生 都欣赏这种 善良可爱颜值高的弟弟吗 像我们这样 搞游戏的 肯定要活在浪漫里嘛 房东弟弟 不是说好房租还几天吗 那到底是还几天呢 照一下 这是监生的王总 老王 你们天生是盖世旗下的公司 你可是天天往盖世跑的呀 这么一个大美女 不可能记不住吧 实在不好意思 我可能有点脸盲了 你是陈欣那组的 还是灵典那组的 都不是 原来是盖世无双 不是盖世 是盖世无双 我听说过 来 听说过 我们经常被人误会成 盖世旗下的公司 但其实我们除了跟他们 有名字上的缘分 实则没有任何关系 那不就是山寨吗 盖世无双 盖世无双 刚刚跟您聊的碎片时光难以 二人 我们都是来参加校友会的 就不要聊太多工作上的事情 反正你也有我的联系方式 我们找机会再说好吗 先试陪了啊 老汪 去跟老婆他们打个招呼 蓝总 快 怎么标签都还没拆呢 安然 没事吧 都看什么看 没摔过是吧 快回家吧 包 不是我的 爷 也不是我 新家 是我的 新家也不是你的 新家就是我的 余额不足才是你的 你这孩子怎么那么不会讲话呢 糟糕了 目前太难了 我本来以为聚校友会 是可以拉投资的 我太丢人了 我把通讯录里面 所有的人我都联系了一遍 没有人打理我 他没有一个感兴趣的 既然这么难 你为什么还要做 我还要做 因为他们 在等着我发工资嘛 他们 你干吗 他们说 这个城市梦想很贵 我觉得他们说挺对的 为什么没有一个都市灵魂 安抚大家 来安抚安抚我呢 弟弟长得真可爱 你干吗 回家加班 你快下来 回家组正面 这里离梦想更近啊 踏神来你也不去迎接一下啊 这我铁哥们儿没必要整那些虚的 大神来了 那个我直接介绍了啊 这位就是我的铁哥们儿 顶级配音演员 黑莎老师 这位呢 就是我们公司的副总 也是我的合伙人 安然 你怎么能是黑莎呢 怎么不能是我呢 黑莎老师 请问一下 这首曲子叫什么名字啊 我自己做的 还在时厅中 自己做的 是啊 可以授权给我们游戏吗 稍微便宜一丢丢的价格 免费 免他 弄那么熟了 我不用问我见外吗 我的歌 只在我的节目里发 你回吧 不是 佳哥好商量吗 如果可以 偶尔我也想帮助他 完成这些小心思 上车 老蹭你车不太好吧 你蹭的少忙 不在乎多这一次吧 说的也有道理 你说 你好歹也是个明星配音演员 怎么好话都不会好好说啊 我说的挺好的呀 要不然怎么那么多人听我说话呢 也是没毛病 我上午再也不录音了 别给我安排 不行啊 我下午我的朋友都订好了 我虽然是扒皮了一些 但你能不能 起过来 送汤包也没用 是不是因为晚上的节目直播呀 要不你把直播调早一点吧 每天都这么晚 我还跟着你熬夜 你看我黑眼圈都掉地上了 你好歹也照顾照顾 我这个粉丝的感受嘛 黑沙老师 你看人家 江山就是点心的反面里面 这好好的节目说不改就不改了 一点都不照顾粉丝的感受 你很了解江山吗 你是江山工作室的 跟你合作多少要做点配调嘛 脚踏两条唇还想让我录音做梦 你多大人了黑沙至于吗 你多大人了黑沙至于吗